大家好,我是奥白 就在去年10月 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宣布 将禁止参与下个月5G频谱拍卖的企业 使用华为或者中芯的5G设备 正在使用华为或者中芯设备的公司 必须在2025年之初完成更换 当时瑞典政府做出该项决定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片哗然 就在昨天 瑞典媒体曝光了美国施压排除华为的内幕 同时 案例信公司CEO鲍易康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 如果瑞典针对华为的经理 依然存在 案例信公司将离开瑞典 大家可能非常疑惑 案例信不是华为的竞争对手吗 为何它会突然为华为发声呢 案例信公司CEO鲍易康又是何水人也 鲍易康当年是如何拯救 深陷财务泥团的案例信公司的呢 少了华为 案例信真的能一家独大吗 那么这期节目 我们就来聊聊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 首先 我们先来简短地了解一下 案例信之家企业的历史背景 以及近期年的发展 案例信是由拉姆·马格纳斯 案例信先生所创办的 案例信先生出生于瑞典与挪威交界的 一个西部小农场的中产阶级家庭 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名第六 由于家里兄弟姐妹众多 12岁的案例信先生就被迫在外打工 14岁便开始固定在一家铁匠铺拜师学艺 20岁的时候 勤奋的案例信先生 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掌够了钱 离开了家乡 去到当时瑞典比较大的一家 电报维修公司 奥勒公司做学徒 案例信先生平时非常勤奋努力 在奥勒公司做学徒期间 不讲工作认真 业余时间还掌握了数学 材料技术 工程制图 并且还熟练自学掌握了英语和法语 奥勒公司老板对案例信是刮目相看 秉着稀才之意 将案例信先生推荐成为了瑞典国家助学金的获得者 之后 1872年到1875年 案例信在德国和瑞士多家公司工作学习 通过几年的学习 案例信先生返回了瑞典 决定离开奥勒公司 与一名叫艾德森的同事 一同创建了一家机械公司 取名为LM案例信 主要是制造和维修电报和电器 LM案例信 也就是案例信公司的前身 就在这个期间 美国的贝尔 在1876年发明了电话 之后 贝尔公司在瑞典开始销售电话业务 当时的电话还没有交换机 主要采用的是一对一的连接方式 主要是工厂与工厂之间 贵族家庭与贵族家庭之间进行连接 凭借案例信先生的商务嗅觉 案例信公司果断抓住了这个机会 开始认真研究电话 投入全公司的人力进行研发 并且在1876年制造出来了 比贝尔公司质量更好 价格更便宜的电话 在这之后 可以说案例信公司是一发不可收拾 接连研发出了各种新型的电话 之后 更是大力投入了交换机的研发 这是案例信公司1886年生产的 主力交换机机型 当时100线标价为1000克狼 远远比贝尔公司的产品更为便宜 由于贝尔电话公司的 接入费和使用费都非常昂贵 案例信公司的交换机在市场上广受好评 随着案例信公司在欧洲交换机市场取得成功 案例信公司开始进军全球业务 在全球范围内与贝尔等公司进行竞争 案例信公司第一次进入中国市场 大概是在1900年左右 当时的电话业务是由英国东方公司所掌握的 这是一张难得的历史画面 是一张1906年 中国代表团参观案例信总部的照片 当时那些还留着辩子的代表们 可能不会想到 被欧洲列强欺负的中国 在百年之后 有那么一家公司 会用同样的方式超过案例信公司 成为他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在1900年 案例信公司就已经是一家非常国际化的公司了 1900年 案例信公司95%的收入来自于海外 一半的收入来自于英国 就在这个时候 55岁的拉玛案例信先生 决定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选择进流永退 选择辞去了CEO职位 之后卖掉了案例信公司所有的股份 直到1926年 案例信先生去世 他一生很少接受采访 为人极为低调 在1946年瑞典人经历案例信先生诞成100周年的活动上 人们立起了一块墓碑 上面只写着 瑞典电话工业 证明了他的成功 可以说 案例信公司应该来说是 非常值得我们国内公司去学习的一家公司 可以看到 案例信公司是非常注重产品研发 技术投入的一家公司 这也确保了 即使在电信设备行业 经历了几次产业大的技术变化 但是呢 案例信公司每次都能确保 在全球头部的供应商之列 从早期的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商一体 到电话机与自动交换机 再到数字承控交换机 到固定网络向移动网络切换 以及在移动网络里面 从1G到5G的四次切换 很多其他的设备制造商 大多数在产业的切换中掉队或者消失 但是唯独案例信 一直是主要的头部玩家 即使在2008年 案例信公司在管理服务与多媒体两个方向 出现了问题 管理服务业务 投务大 利润低 而多媒体方向 则是案例信公司 从未涉及的业务领域 从2005年到2013年期间 案例信收购了多家媒体公司 包括微软的media room 英国的媒体公司 红峰媒体等等 但是啊 最终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在多媒体业务的投务是失败的 从案例信公司的财报上看 在多媒体业务上 案例信每年要亏损 几十亿的瑞典科狼 2006年7月25日 案例信董事会宣布 魏涵斯卸任案例信公司总裁 2006年10月26日 鲍一康正式出任案例信总裁 兼CEO的职位 是的 就是在片头接受采访 力挺华为的这位 其实啊 据我了解 这位鲍一康先生 是非常了解中国的欧洲人 在出任案例信CEO之前 鲍一康还是阿里巴巴 纳斯达克OMX集团 天保导航 以前公司董事会成员 在2018年MWC会上就强调 中国正在引领全球 5G工业应用发展 鲍一康 2016年出任CEO之后 案例信公司就开始大规模裁员 光2016年案例信公司 在瑞典本土裁员就将近3000人 同时开始将服务 和多媒体业务独立出来 开始加大对5G方面的投入力度 即使在2017年亏损严重的情况下 案例信公司的研发费用 还增加了61瑞典科狼 大规模增加了5G方面的研发投入 当然 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这也为2018年开始 在全球5G基站市场形成 三足鼎翼的趋势电链的基础 对于案例信公司来说 CEO鲍一康的贡献 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 可以说 案例信公司是小国企业中 非常杰出代表 案例信公司从1876年建立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 从早期的电话系统 移动的模拟切换到数字 2G、3G、4G到现在5G 可以说是抓住了 所有电信产业的节点 这种企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而正是由于小国企业 这更加注重全球化 更加注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 这是案例信公司为华为发声 我想一方面是案例信公司 自身利益考虑 另一方面 我想这和案例信公司的企业文化 以及鲍一康先生 对中国的了解是分不开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从现实利益上 案例信为何要替华为站台呢 我们来看一下全球通讯设备市场 众所周知 华为、案例信、洛基亚三家 基本上属于三足鼎力 美国在这方面属于空白 中心在国内市场比较大 但是在海外市场规模比较小 由于美国导轨 某些国家决定禁止华为 最直接获益者确实是案例信和洛基亚 比如说英国在禁止华为设备后 就选择了爱信和洛基亚设备 这两家也开始激烈争夺 这部分空出来的市场 但是我要说 在5G这个市场 对比中国大陆市场 真的是小屋见大屋 与其在土澳英国这种小市场折腾 不如花精力进入中国大市场 2020年的数据 中国新建的5G基站数量 已经占全球的七成左右 据工线部最新的数据 截止去年9月份 全国5G基站累计建成 开通超过60万个 明眼人都知道 与其在小市场与洛基亚 真的离死我活 参与中国的大市场才是王道 根据数据显示 爱立信在中国5G市场 大概占10%左右 业务方面 又严重依赖中国分包商 如果失去中国市场 对于爱立信来说 将损失巨大 这是几个英国 几个土澳都找不回来的 从产品角度来说 爱立信目前主要是 以移动系统为主 解决方案方面 完整性方面 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华为 中芯以及洛基亚 在解决方案方面 相对比较全 移动网络和固灵网络 都比较完整 因此 爱立信更容易受到 运营商投资周期和决策的影响 从数据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爱立信的压力 也是比较大的 2020年爱立信的 5G基站市场份额 由2019年的30% 下降到了26.5% 而华为 5G基站市场份额 由2019年的27.5% 上升到了2020年的28.5% 包括若加的市场份额 由2019年的24.5% 下降到了22% 另一方面 就像我之前说的 爱立信作为一家小国公司 它的成功 正是基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基础上的 目前 各大国家纷纷出台了 保护主义的政策 对于爱立信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比如说 2020年10月 英国政府推出了一项新的工作计划 提出 为了实现 英国移动通讯供应链的多元化 将减少对爱立信和若加的依赖 未来将推出更多的参与者 进入移动通讯网络设备市场 以使网络更加安全 包括日本 韩国 也积极地采用本土的设备制造商 所以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这才是爱立信公司最大的敌人 同时 最重要的是 在爱立信公司眼里 应该说 华为是一家值得尊重的对手 从交换机打到UMTS 打到5G 3GPP里面大大小小的合作和竞争 爱立信对于华为来说 可以说是资根资底 就像小说里面的北盖和吸毒 是对手 同时也是值得尊重的伙伴 像爱立信公司 这种非常注重技术研发的公司 也是希望自身能在竞争中成长的 毕竟 推动5G事业发展 华为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而只有5G技术 真正落地实现 全面爆发 这才是符合爱立信公司 最根本的利益 而美国政府现在所做的 无疑是在阻挠全球5G的发展 为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因为 美国手里没有5G设备公司 它宁愿大家都做不好 也不能别人好 自己好 包括在6G的争作上 爱立信将面临OpenRUN等新技术的挑战 而华为在6G上 是走在爱立信前面的 并且作为竞争多年的老牌设备供应商 从技术同源的角度来说 爱立信与华为 在6G上的合作空间是非常大的 简单来说就是 看得见的对手 比看不见的对手 要来得可怕 最后总结一下 瑞典作为一个主要以金属演练 农业林业为主的国家 创造了像爱立信这样一家 极具全奇色彩的百年企业 是非常令人佩服的 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 我愿意花这么大的篇幅 介绍爱立信的公司的原因 了解爱立信公司 全球化的历程和市场战略 自然就能从底层逻辑 理解爱立信公司的立场了 这也是我们看待问题 应该有的一个思路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么多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是老白 Habby Talk 我们把复杂事情摆成一摆 如果你希望了解 更多关于科技画面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 最后记得给我点赞 拜拜